我們來看到全世界現在最名不聊生的地方 莫過是敘利亞了 敘利亞五年內戰當中 死了25萬人 出現上百萬的移民 不過我們來看到 是不是敘利亞的和平露出一線曙光呢 因為這次俄羅斯宣布說 他們要撤離敘利亞了 不過我們要問 為什麼美國回應說 那你俄羅斯不打了 為什麼不告訴我們美國一生呢 另外有專家都說了 俄羅斯太聰明了 因為這一招以退為進 真的是最厲害的招數 而我們要問 到底俄羅斯在想什麼 是不是已經該拿都拿到了 任務目標達到了 他們就放敘利亞而不管呢 俄羅斯宣布要撤離敘利亞 俄羅斯總統普廷 14號和國防外交部長會談後 認為俄羅斯宣布協助敘利亞的任務 可以功成身退 因此下令國防單位 隔天起將敘利亞境內的主力部隊逐步撤出 並要求外交部在敘利亞的和談上 發揮更大功能 這項決定儘管突然 但普廷已分別和美國總統歐巴馬 以及敘利亞總統阿塞德 進行了電話會談 討論撤軍決定 與此同時一度喊卡的敘利亞和談 14號也在瑞士日內瓦重啟 主要反對派對於俄國的撤軍表示樂觀 因為俄羅斯是敘國政府的親密盟友 撤軍或許能對阿塞德施壓 好讓核潭順利進展 不過撤兵令並不代表俄羅斯的武裝力量 將全面撤出敘利亞 包括塔爾圖斯的海軍基地 和拉塔吉亞的空軍基地等戰略點 將會照常維持部署 這也意味著俄羅斯 還是能隨時發動空襲 畢竟從2月底的臨時停火生效以來 俄軍雖然減少空襲頻率 卻也沒斷過 也難怪美方對此雨待保留 我們都知道說 俄羅斯有一個稱號叫戰鬥民族 通常這個戰鬥民族是不吃虧的 請問是不是已經把敘利亞 吃乾 罵禁之後 現在決定就離開 是不是該拿都拿到 真的是這麼做嗎 應該講是普丁的一盤大戰略 這樣的一個大戰略 他按照他的節奏在走 很明顯的美國是處於被動的地位 俄羅斯 普丁 他一直是主動的地位 所以等於是俄羅斯 他一直是主要的下棋手 美國都是根據俄羅斯的下完棋以後 在做應對 為什麼這次 普丁說修憲我不玩了 為什麼 其實他沒有不玩 他還是要玩 還是要玩 但是只是因為 他現在要站在 對他最有利的方法要玩 聰明 而且他已經達到他的目標 我們先簡單講一下 他達到他的目標了 他的原來的目標 是要鞏固這個阿薩德政權 讓這個阿薩德的政府軍不要潰敗 因為本來阿薩德的政府軍 已經被趕到很小很小的地方 快要瓦解了 這個時候俄國出手了 俄國出手了以後 讓這個阿薩德的政府軍 不但活下來 而且擴大了好幾倍的地盤 這個地盤裡面有一部分 是從伊斯蘭國那邊搶過來的 一大部分是從反抗軍手中 搶過來的 所以這個阿薩德政權 就是敘利亞的政府軍的政權 已經鞏固住了 這是他達到的第一個目標 鞏固住的目標 目的在哪裡 是保障俄國在敘利亞的 海軍的軍事基地 跟空軍的軍事基地 本來俄國只有一個 海軍的軍事基地沒有空軍 好 但是現在俄國不但守住 他的海軍的軍事基地 又多了另外一個 也多了一個空軍的軍事基地 跟政府交換的 對 也就是說因為他幫助 阿薩德政府 所以阿薩德政府就提供他 這樣的一個基地 這個基地就一直是 俄國人在使用 有基地的話 當地的一些資源他拿得到 意思有這個軍事基地 等於是俄國的海軍 進出地中海有一個支撐點 也就是說俄國的海軍 如果一旦出黑海 如果你沒有支撐點的話 你的船在地中海跑不久 沒有中繼站 因為你沒有中繼站 你沒有補擊點 你沒有彈藥 你如果沒有油料 你沒有淡水 你要食物 他有一個補擊點 所以他可以把大量的彈藥 油 都儲存在那個地方 甚至海軍港口的維修 都可以在那個地方 所以他有海軍的軍事基地 保護海軍的軍事基地 現在開設了一個空軍的軍事基地 所以可以支援海軍在地面 在地中海上 空軍來支援海面作戰 所以你看這兩個基地有了 不但有兩個基地 還有建立了保護這兩個基地的 地面部隊也都拉進去了 還有這個以外 把S-300他說 俄國宣布說 我的S-300防空系統的飛彈 都不會撤回來 都不會撤回來意思也就是說 他留在那裡 除了保護他的海軍基地 跟空軍基地以外 他也留給敘利亞的政府軍來使用 意思也就是說 如果你美國打算再用 聯合英國 法國 用打利比亞的方法 去打這個阿薩德政府的話 你將遭受俄國的S-300 這種防空飛彈的猛烈的攻擊 軍事部署還在 對 所以他的軍事部署還在 可是他把他的軍隊主力 都撤回去了 撤回去第一個 他的軍費不用再這樣耗損了 比較省錢 因為這個本來的軍力 都移到敘利亞 現在撤回去以後 他可以把他的空軍跟海軍 主要是空軍 可以移到靠北約的地方 因為美國在北約加強的力量 他現在可以把空軍再往北約靠 往北約靠會給美國很大的壓力 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就看到了 他一撤退以後 如果說這個敘利亞的政府軍 跟反抗軍的談判破裂 責任就不在俄國了 最近要談判 對 他也聰明 不干預你們家的內政 對 責任不在俄國 一年得到罵名 對不對 是的 如果這個我們都知道 沙烏地 阿拉伯聯合土耳其 想要介入這個戰爭去打庫德族 庫德族是在美國的支持下 好 現在俄國已經撤回去了 情況下 如果這個土耳其跟阿拉伯 去打庫德族 敘利亞的庫德族的話 你等於是你土耳其跟 沙烏地 阿拉伯跟美國對抗 好 如果說他們都聯合起來 打這個伊斯蘭國的話 這個就是俄國所樂意見到的 因為他不用再出一兵一組 而你美國再聯合反抗軍 然後再聯合土耳其的軍隊 如果去打伊斯蘭國的話 一旦打完了 這個政府軍可以藉這個機會 就去接收地盤 所以俄國 而且如果他們會對於政府軍 會有威脅的話 他的空軍還是可以繼續支援 這個敘利亞的政府軍作戰 這樣的情形 他的 你看又省錢 然後他的軍隊的調動力又擴大了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在於說 對於他的這一些的運作 你會發現這個俄國 站在激動的 靈活的地位 還有制高點 對 美國卻被迫應對 美國怎麼做 美國現在一看 你怎麼撤了 因為普丁的做法很簡單 他先跟他的國防部部長 在電視的面前直播 跟他說 我決定要撤軍 先講了 他的部長接到命令了 然後就開始執行撤軍 接著普丁再告訴美國 然後再告訴這個談判代表 根本不想跟你談的 先宣布了 對 他直接宣布了 然後接著他就開始執行了 所以他從星期二 星期三到今天 你看部隊開始一直拉回去了 飛機開始運輸機 也都拉回去了 戰略轟炸機 蘇34都開始拉回去了 可是那個空軍基地 跟海軍基地都還在 所以你可以看到 俄國這樣一做的話 就贏得全世界說 俄國撤軍 那你美國呢 對啊 他下一步該怎麼做 然後這個伊斯蘭國呢 他什麼都沒拿到 對不對 伊斯蘭國 還有接著 敘利亞的政府軍 就等待著他的軍力 好 讓你們去打伊斯蘭國 然後他再借這機會 去接受打下來的 伊斯蘭國的地盤 阿薩德政權會真的穩贏嗎 他已經穩住了 因為他現在的談判代表 已經說了 談判的前提 如果要阿薩德政權 阿薩德下台 那就不用談了 所以不以阿薩德下不下台 為談判的要點 所以你從這個角度看 如果對方不談就繼續打 繼續打的情況下 阿薩德已經把軍力重新部署了 重新部署 他原來侵占的土地 也已經佔領得更鞏固了 然後就等待著 再來進一波的反擊 這個時候如果 美國去攻打敘利亞的政府軍的話 美國要負責任的 照您這樣講 敘利亞要變成和平 還是有一段時間 有一段時間 這個彼此之間的談判 還有很長的時間要走 所以我們一般估計來講 那麼但是已經 俄國至少做出 有助於談判的姿態 現在就變成這個壓力 又回到了這個談判的代表了 也就是說他們必須要談出一個 結果就先讓敘利亞的政府軍 跟反抗軍先不要對打 然後大家把箭頭對得這個伊斯蘭國 可是他們的對正箭頭 如果只要對得伊斯蘭國的話 這個對於敘利亞的政府軍是絕對有利的